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欢迎大家收听今年的神中科 《言论世界千人报导事件正集》 今天是3月13日,题目是《最好的伙伴》 《非利门书》一章十七节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耶稣府召我成为一个报导师 所以我不得不辞去原理在公共检察官办公室 做了差不多3年的行政工作 在我们这一届的报导师里 87岁的萨拉斯奶奶成为我的拍档 他因为风湿心脏病,每21日就必须注射一次 但是让我坚持下去的原因是 我深知道上帝为一个87岁的报导师 和一个24岁的报导师制定了计划 在孙教区,教会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未分教友之间的同居问题 当地教会于是伙伴这个传道区的主任 和教会的唐董会一起计划和表决 要在一个星期之内举办一场公正结婚典礼 研讨会和集体祝福 我承诺协助他们处理结婚所需的文件 我们请教友们为这项计划去讨告 我们没有足够的金钱 教会的资金其实也非常有限 因此我将一切都交给上帝 请他按他的旨意承传 我凭着信心生活 而不是依靠眼见的 一个女士告诉我 她没有办法结婚 因为她的伴侣用的并不是她的真实性事 尽管我不确定他们的问题是否能够解决 但我也是想帮忙的 我只是先尽我所能 再看看耶稣能不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当我拿到他们的母婚姻记录证明书的时候 我很惊讶地发现 所有参加公正结婚的新人 在他的姓名和资讯上 都是正确无误的 包括那位没有用到真性事的人 这是一个疲惫但值得的旅程 一共有54对新人 扮理了公正结婚 参加了研讨会 并得到教会的祝福 结果 七位先前已离开教会的信徒 重新回到教会 薩奶奶也在经济上支持这场婚礼 并且在我处理所有的结婚文件的时候 作为赞助人之一 上帝使这次活到圆满成功 因为这是他的旨意 在宣教任期结束的时候 我来领回了12位原本已流失的教友 并且赢得了18位生灵 我有无数的神迹和蒙经浑的讨告 可以与大家分享 如今我们知道 上帝使我们作为工具 来洁净这间教会 使他成为 承载上帝信息的真教会榜样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 有很多挑战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 信服祂的旨意 不住地讨告 并且保持积极和谦卑的态度 成功就只一可待了 这是我的经验 主给我们一个能够 帮助我治愈所有破碎和软弱的伙伴 他是最好的拍档 为我们的工作做出极大的贡献 我是菲律宾总校区第44届报导士 海塞奇瑞施奥图 今天的晨中课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